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鬼 我們又回到空想魔法的世界啦 今天呢 我們來繼續研究… 研究什麼好咧 在今天開始研究之前呢 我們來做一下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它叫做 賢者之石 沒有錯 那 我們這邊可以先來做一下 就是這個 賢者之石 那這個很方便的地方是 它是隨身的工作檯 只要按C就可以打開合成檯 是3x3的 所以呢,這個很方便 然後它還有一個可怕的功能是可以 變換方塊 那下面有一個亮亮的 按右鍵 它就變成沙子了 再按一下 變成泥土 礫石呢,會變成沙岩 再變一下就變回礫石 很神奇 欸,我的樹長大了耶 宏偉樹長大 好,非常神奇的一個東西 那,閒寸之石除了這個的用途之外呢 還有其他厲害的用途 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這邊,合成錶 它可以合成這個火炬 這個好像可以防止怪物生長的樣子 那這邊我們要先合一個這個叫做轉換桌 Cable 花鋼岩跟黑鑰匙 OK,我們來合看看 那這邊呢,它 它自己按C的話 然後它自己還是可以拿來合成 它不會佔住它的空間 然後它合成之後呢,它也不會消耗 對,它是一個 閒寸之石,有夠厲害的石頭 那轉換桌呢 我放 這裡好了 放 放不上去 放這裡好了 OK 那這個Table 它就是ENC 燃料,我們 把多餘的東西 不要的東西呢 把它丟進去 所以為了這個時候呢 把很多的花鋼岩啊 花鋼岩的ENC其實蠻高的 512 那個碎片才64 然後 螢光粉 螢光粉還蠻多的耶 好,那因為這邊一大堆石頭 所以就拿來燒一燒 這邊就是把它丟進去燒 然後 它在右邊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 呃 菜單 它可以直接拿出來 對 我們丟進去的東西呢 它會 在這邊出現 那 要燒的話 就丟這裡 那如果不要燒掉的話 也可以丟在這邊 那我們的學習欄就會增加了 這邊算是叫什麼呢 練成的 呃 學習的練成過的東西嗎 有燒過的東西都會在這邊出現 那我們之後可以再從這邊 再把它拿回來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等價交換 你不會損失 那丟錯也沒關係 可以再拿回來 所以是一個 有點厲害的東西 那我們不要東西 通通可以丟進去 那這邊這個轉換桌 最方便的東西呢 就是 它其實是可以 複製物品的 所以我們把鑽石丟進去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 只要消耗1NC 就可以把鑽石 再拿一顆回來 但是就是要等價交換 所以我們的 量要一樣多 那我這邊就是可以把一些 比較少的東西啊 把它丟進來 那我們之後缺少的時候 就可以再從這邊 只要花費1NC 就可以拿回來 所以很方便 你可以把不要東西 把它丟進去 那你的容量就 越來越多 這樣 那 有些是不支援1NC的 像這個法杖其實也支援耶 好 我就先把比較少的東西 都把它丟進去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 輕鬆的拿回來 像這個小雞也可以再拿回來 可是小雞 一隻就夠了 對 那 好像就這樣 可以很方便 這邊可以再切換一頁 超級多的 那這個 真的是很誇張一個模組就是了 有夠好用的 那我們這邊平常就可以找一下 有沒有 1NC特別高的東西 然後之後平常就可以收集一下 像是花崗岩就很高 512 一顆就512還蠻多的 螢光粉 384 青金石很多耶 之後青金石可以多嗎 金錠 金錠原來這麼多 鐵錠256而已 金錠是它的 6倍多耶 多 所以金錠是好東西 鑽石是8000多 OK 那 我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方便的東西就是 岩漿桶 沒錯 岩漿桶 丟進去 那我們只要花800多 就可以拿到一個岩漿桶 然後我打算拿岩漿桶來燒 對 因為拿來當燃料的話 我們的鐵桶還會還我 然後鐵桶的ENC是768 所以呢 我只花了 60 64 64的ENC 那個岩漿一桶就是64的ENC 那我花64就可以燒很久 還蠻划算的啊 如果用這樣的話 把它當作燃料的話 其實蠻划算的 OK 因為我這邊有好多東西要燒喔 所以呢 就這樣 把它燒 其實還不錯 OK 那很方便 很方便 這邊順便來做一個那個 終界箱 終界箱呢 我們的終界箱 還可以再跟包包做結合 終界箱升級包包之後就變成 終界包 那 這樣我們之後 就有兩種包包了 好 這會跟終界箱融合在一起 就是隨身的終界箱啦 不用再放在地上了 原版的話是隨身要帶一個 然後帶絲綢之處的 稿子把它挖掉 這樣我們就有兩個箱子 兩個背包 OK 這樣我們可以裝的東西就更多了 那今天呢我打算來 我們來研究一下PSI好了 我們上次研究到 鑽石的樣子喔 我這邊需要 一顆鑽石 我發現外面又有敵人喔 我們直接跑到屋頂上 然後揍他 配合我們的 瞬間移動 PSI槍 加上這個魔法系列呢 我覺得 真是很厲害 但是我怎麼進不去 他其實不能垂直的往下移動耶 他可以往上 但是不能往下 應該是怕人家直接卡住吧 這個叫 法術可以逛穿這個玻璃耶 無視距離 無視牆壁 看來閃電應該也是可以電出去喔 這樣很厲害 好我們PSI接下來的課程是 高級煉金 就是這個嗎 對這是金屬的 我們是要用高級煉金 將鑽石變成PSI寶石 OK 他就這樣就好了 就放一個就好了 OK 我們直接裝上去 好 那我們這個子彈目前的彈夾其實 不太夠用喔 這邊 要學的東西好多喔 想裝的東西很多 沒關係我們之後可以再來升級 那我們來 高級煉金 鑽石煉金 將 這個就是我們的 CSI寶石喔 PSI寶石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課程已經到 16 過關 那接下來是工具施法 PSI其實有各種的工具 用這個寶石做成工具 然後這些工具也可以抓那個子彈 所以呢就是 用砍的話 就會爆炸或是 用砍的話 他就會往上飛 之類的好像可以這樣設定 那 工具 OK我們這邊有新的東西叫做 破壞方塊 這邊是工具用的 喔其實還有分 工具用跟 一般槍用的喔 選擇被破壞的一側 選擇攻擊的實體 欸這個好耶 就是攻擊敵人他就會 爆炸 我覺得還不錯 爆炸劍 或是招雷劍 好像很帥 那我們先來學這個 那來學習這個之前呢 我們要先做個工具 他的鎬子 叫金屬跟寶石 還有鐵 這個我們的PSI金屬鎬 好 有這種鎬子之後呢 呃 其實我 不曉得他的功效 也許是 魔法會耗比較少吧 找一下 這邊設計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我們直接來破壞方塊 那這邊就是 選擇被破壞的方塊 就這樣欸 就這樣 那我曉得他有沒有什麼效 可以來試試看 就一樣 裝填子彈 然後把我的金屬鎬放上去 那金屬鎬最多最多只有三個 只有三個 那破壞方塊 欸 我 為什麼放上火把 啊 這是我的那個什麼 欸 破壞了 好 欸 欸 就這樣 為什麼有骨弓在裡面 破壞方塊 好 所以 有什麼用嗎 就這樣啊 我那個右鍵會放火把 是我的 跟那個種田 快速種田模組一樣 是方便的 拿這種鎬子十字鎬會 按右鍵就可以放火把 那破壞方塊就這樣喔 好 這個還會消耗響子量欸 這個有比較好嗎 挖的速度 倒是蠻快的 可是我拿槍的話 我是瞬間破壞 這有效嗎 工具有比較好嗎 而且工具怎麼好像還有耐久度 算了 我們今天就是來繼續學習下去好了 再來是正面效果 可以得到一些buffer 那 移動加速 我已經夠快了 我現在有小機夠快 也有挖掘加速 力量提升 跳躍加成 唉唷還不錯 嘴下呼吸 各種都有欸 欸 生命回復這太棒了吧 還有抗性欸 好 這個倒是不錯 隱身 生命回復很棒 我們就不用喝藥水 直接用技能補血 就是治癒術的感覺 這種是持續回復的吧 那 急動加速 先來學這個 好 好我們的移動加速 需要一個目標 級別還有時間 唉這好像還蠻容易的 目標當然就是 失處者了吧 那 時間呢 這種射越高應該是 耗的箱子量越多 我們先來試試看 級別2 然後時間10秒 這樣子 速速動 好這樣已經要花200 威力是220欸 然後如果3級的話 不行3級太高了 那這個時間呢 有差嗎 有 時間也會影響 我可以3秒 然後3倍5秒3倍的速度 快速3 速度3吧 試試看 速速動 奇怪的名字 好我們來試一下我們的速速動 速 速度 呃已經夠快 其實我現在小機速度4 所以看不太出來就是了 不過沒關係我升級了 再來看一下 負面效果 這邊也可以讓別人有負面的效果 可以讓對方凋零 欸這個好喔 凋零的話 不管是任何生物都會中 所以呢這也是一種攻擊手段 點燃 點燃 點燃再凋零 然後再移動緩速 哇那 各種負面狀態把它混在一起 這好像有點強欸 好那這邊凋零的話我就用 這邊不能用失速者 我自己會凋零 那應該讓 呃實體視線好了 這邊就簡單設計 凋零然後等級1 然後持續5秒 那 取得一個實體所看的實體 應該就是我看的那個實體會凋零吧 來試試看 凋零陨落 哇這個想死量耗蠻多的欸 其實威力沒有很高 這樣好嗎 好我們的速速洞就把它洗掉 速速洞沒有用 好 凋零 讓動物 讓羊凋零好了 沒有看到怪物 凋零 凋零 試一下 欸 沒有凋零 欸有有有凋零了 一滴一滴 太扣血了 蜘蛛 凋零吧 凋零吧 有欸 扣血了 而且它為什麼不會打我 欸來了來了 可是凋零的傷害其實很低欸 應該凋零的等級要提升吧 但是那個想死量一定耗很多 我現在的槍可能 魔法力也不夠吧 也許還不能做那麼強的 先睡個覺 這邊凋零想要挑成等級高一點 但是 威力太高了 怎麼那麼高 怎麼那麼高 2秒 這個只能 持續2秒 我們看要等級3 等級3 然後2秒 1秒而已 這樣傷害其實應該很低吧 看一下喔 等級3的凋零 持續1秒 頂多 3滴吧 試一下 就是要用可憐的羊了 欸欸 扣2滴 就這樣 就這樣 欸不行 凋零的話 消耗太多了 要當作攻擊手段好像還不夠 沒關係我們繼續學下去吧 套裝施法 這邊是護甲 PCI有一些裝備 沒有錯啦 那這個裝備也能裝 好頭盔的話 感測器 兇甲是傷害 好它有一些對應的東西喔 當跳躍的話就會怎麼樣 就會飛行之類的 傳感器 時間 好 它這邊還有攻擊者 選擇攻擊我的實體 就是如果人家打我它就會爆炸 大概可以這樣設置 或是 承受傷害 受到的傷害 歸零 可以這樣嗎 選擇失誤者受到的傷害 好 這個 倒是蠻神奇的 如果我可以把這個傷害 把它相反變成補血 這樣是不是就無敵 只要消耗傷子量 那我們要看看有沒有這種技能 有沒有這種魔法可以用 那這邊是選擇服 時間 好 這個選擇服倒是不用裝甲就可以用 所以我們先來升級一下 好我這邊就用那個生命回復 就是補自己血然後等級1 持續的時間用 這個CAD內部的時間 這個我其實不曉得它要做什麼 不過我們來試試看 級別 欸?級別有錯嗎? 參數 好 這個時間不能用欸 這個要常數才行 時間 Number 好換一下 好我們這邊為了升級 就是用了放置方塊 那這邊 有一個最大值我們就用時間 那就是拿來升級用的 其實沒有什麼效果 就是放置方塊 好放置方塊 好放置方塊 它這邊是會放 我的槍右邊的方塊 放方塊 好它那個CAD時間 其實我也看不出來它時間 沒有放啊 CAD內部的時間不曉得怎麼看 不過呢欸有了放了 好 它那個時間 有算距離的 應該是 時間到才可以放到比較遠的地方 好啦 反正沒有什麼用 拿來升級用的啦 OK 打掉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直升下去了耶 哇再來是 三角函數耶 Sight cos Tension 呃 沒有Tension 好有Pi 然後 這個要幹嘛 我們有需要弄到三角函數嗎 有需要這麼誇張嗎 我們只是來學個法術 有需要用到這個嗎 用到一個Pi 回傳圓周率的值 幹嘛啦 幹嘛用圓周率的值 Number常數 好 所以呢我這邊其實可以放一個Pi 就這樣 所以我可以放個一個Pi的距離的方塊 那不就是三格嗎 還不能放 這個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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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欸放出來了 好 我實在不太懂 這個到底要幹嘛 好 有需要用到三角函數嗎 是要做什麼複雜的魔法 不曉得我 我應該是沒有辦法 沒有那麼誇張啊 OK 接下來是 野煉工廠 可以直接燒東西 好 直接燒東西 最近的可溶物 熔煉方塊 好 那不就是 可以把鵝卵石變成石頭 但是不能把木頭變成木炭 好 要燒之後呢 它還是方塊才行 呃 就這樣喔 好像還好欸 這很需要嗎 好啦 為了升級我們還是要來學一下 那就是熔煉方塊 那我的 放個 就可以拿掉啦 它就是說鵝卵石變成石頭 那 要這樣 直接變成石頭 不用拿出來 好 就是直接變成石頭 OK 我可以幫它 裝飾一下 裝飾一下變成石頭 好 所以它 就這樣喔 嗯 玻璃的話 欸 沙子的話放在地上不就燒成玻璃 好 好 這個是也不錯啦 我可以先用 沙子蓋然後再把它變成玻璃之類的 那木頭就沒辦法直接變成木炭 好 所以還有什麼可以燒 燒了之後變成方塊的 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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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不對它是小顆的 所以好像也還好欸 這倒是還好 燒方塊 欸 為什麼我剛剛燒的方塊我怎麼沒有升級啊 我剛剛不是燒的方塊嗎 為什麼我沒有升級 好 沙子 造成玻璃 欸對啊我應該是 正常的使用的這個 熔煉物品 啊不對我是 用成熔煉方塊了 好 所以應該用熔煉物品 用錯東西了 這邊就是燒我看到的東西 看到的那個實體 那這一樣就是把東西丟到上面吧 丟到地上然後燒它 沒有燒到 對 沙子這樣可以燒 啊這應該算方塊 所以應該拿 不是 不是方塊的東西 像是馬鈴薯 直接烤馬鈴薯 有嗎不行 好我這邊直接改成 燒我隨機 物品 然後最近的可容物 就是丟在我附近的 最近可容物 五個範圍內就會燒 這樣子 這樣我才不用指定 我就看 有欸 有欸 所以我可以一大堆一起燒喔 我這邊可以燒一大堆耶 我這邊如果要燒 要燒什麼 我好像沒有什麼好燒的 來燒一下這個朱砂礦好了 我就是 隨便丟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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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然後 燒 欸這個不能燒 不給燒 欸有欸 有有有 他一直只能燒一個啦 就是 燒燒燒不燒 不用花木炭就是了 直接燒成這個 這叫什麼 朱砂 好 秘書實在東西還沒用到 水銀 欸燒掉變水銀喔 水銀好像很多用途 法術核心 更替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這個核心我還沒做 之後再說好了 好 又晚上了 我應該做一下這種防止生怪的東東啊 好像會比較方便 不然晚上都要睡覺 好啦 那今天在最後呢 我們來做一下這個 裝甲好了 PSI裝甲 我這邊想用說如果被打的話 我就會自動補血 都得到恢復的效果 好像很厲害對不對 金屬裝甲 那他說什麼套裝的話 需要 需要那個什麼 一個控制器的樣子喔 套裝好像沒辦法直接放在這裡 欸可以啊 那我們需要什麼控制器嗎 這邊有一個套裝 控制器 這是要控制什麼的啊 做一個控制器出來看看好了 套裝控制器 他要控制什麼咧 不能按啊 這我要先裝子彈 欸 我按用鏡居然就自己裝上去咧 怎麼那麼方便 一般的裝備可以這樣就好了 那我這邊做一個恢復的 自己會恢復 然後等級2持續5秒 把這個先裝進我的鎧甲 好 治癒術 這樣子 我不曉得是不是每次被打都會發動欸 如果 都是會發動的話 我的時間可能要調低一點點 那控制器 沒有效啊 沒有效 不能控制 好啦我們就出去被打看看 那不曉得衰弱的傷害 會不會算 欸有欸 我恢復了 恢復5秒 好 哇馬上補回來 這個太厲害了 我以後只要受傷我就會 花1000多的翔子量然後恢復 好 這種恢復 我覺得我可以等級調高一點 然後秒數大概2秒就夠了吧 等級3 不行超出範圍了 好吧 時間 因為這翔子量會消耗有點多 所以時間其實 不能射太長欸 5秒差不多啦 5秒的話我剛剛 摔一下 扣個2滴吧 好 恢復 時間可以再短一點點 沒有關係 因為我鎧甲之後 呃 其實有鎧甲之後 傷害也不會太高 這樣子 金屬的鎧甲 好 欸好像有點透明的感覺喔 好 那 我們的PSI 今天差不多先到這邊好了 那我現在是會恢復的魔法師 好 我覺得可以加很多狀態 像是如果 打我的人 就會往外飛 往外彈之類的 就是 靠近我之後就會被彈開 然後我就可以用法術去打他 好像也不錯 這種的魔法師也蠻特別的嘛 好啦那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別忘了按下喜歡 這樣我們就會更快的更新喔 好的我們就下次的 空想魔法再見囉 大家掰掰 見面 一趟 是 寬 arab 在 顔